今天带小孩过来收地龙 这次我两个龙都放在这边 下去看一下 我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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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认识你 抓到一窝青稻夫 我看一下有多少条 抓了9条青稻夫 还有一龙没收 先把这龙倒出来 大家看一下这一桶都是青稻夫 9条青稻夫 还有一龙没收 我们去收一下吧 这一桶都是青稻夫 我们五ре都只能够 没错 收获就那么多 第二笼的话 就几条小鱼我就没收了 扔回去 好了,回去 鸡肉 大家看一下 这些东西全部是一个龙收获的 还有这些虾 就剩那么一点了 我还以青道夫进去啃完了 还有大家看一下 这条唐角鱼 它的尾巴 就是给青道夫啃的 青道夫就专门攻击这些鱼 它会啃食 先把它尾巴啃食掉 然后再吃它的身体 抓了两条唐角鱼 九条青道夫 一条罗飞鱼 这些青道夫都是特别大的 都是那种三十厘米长的 三十多 三十五厘米长以上的 大家看 三十 差不多四十厘米 最大的那些 哈啰 大家好,我是阿姨 今天去收地龙 收获还算不错 但是本来我是想 放地龙抓那些小虾的 但是那些小虾应该是给 那些青道夫进去车掉的 所以小虾就没有剩多少 但是捕获了九条青道夫 两条唐角鱼 还有一条罗飞鱼 所以说整体来说 我的收获还算不错的 另外我还想跟大家聊一件事 昨晚有一个网友是信我 他说关注我一年多了 问我肯不肯送三只十斤钱给他 但是我心里想 其实我玩这媒体才半年多吧 然后他说关注我一年多了 这很明显就是说大话 然后问我肯不肯送给他 问题是我在视频里面是说 把那八只十斤钱放到以外 准备放生他嘛 所以我根本就不打算卖给别人 也不打算送给别人 阿姨的粉丝虽然不多 但是两三个平台加起来 应该也有两万多吧 两万多如果有百分之一的人 叫阿姨送东西我都要送 我哪里有那么多东西送给大家 对吧 好啦在视频的最后 阿姨还是感谢大家 这半年多来的支持 好啦那这期视频阿姨就跟大家 分享到这里吧 如果喜欢看我视频的朋友 记得多多点赞 关注收藏转发 好啦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听说明天挂台风阿 实际的台风 不算很大风 不知道会不会刮这边来 但是这边我们这边肯定受影响的 花生都还没有晒干就刮台风了 还会下暴雨 今年的花生种的不是很多 就那么多 这一堆晒的快要干了 好啦收花生咯 这边 Tang 这边你怎么还没干的 做到好 我来看听这边 我来看 不然我们这个地方 那边你干的 哈哈 我来看他 我来看他 我有来看他 我来看他 我来看他 你在吗 我来看他 你看他 我来看他 鞋子